这是仔细统计的一个不良率 这是仔细统计过的一个不良率 那么这个是内部磁砖 刚刚我们讲过 这个是台车 那么台在外面呢 这个叫做外部磁砖 内部磁子的是这里面 这些内部磁砖基本上 然后这边是外部磁砖 内部磁砖大家可以看看 spec 是10.0mm spec 是10.0mm spec 是10.0mm spec 是0.15mm 所以大概是spec 大概是spec limit 大概在这个地方 这是Lower Specificating Limit 这是Upper Specificating Limit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在内部磁砖 几乎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良品 不良品是并不多 可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两个% 或两三个% 那么以这样的不良率来讲 事实上还不算是完全的通过 那么外部磁砖 外部磁砖就非常的严重了 它不只是整个平均的厚度 没办法对到这个10.0.0mm 在这里大概大致是9.7mm 那么标准偏差 它的散布也是非常的扁 比起这个内部磁砖 非常的扁平 那表示它的变异非常的大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初步的了解知道 这个分布是这样子的 那么当然他们也了解到 这个问题的守在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在这个烧窑里面 OK 因为这些外部的磁砖 直接跟这些热接触 那么它所受到的热 可能并不是很均匀 可是那部的磁砖 它在里面受热会比较均匀 所以造成的 造成的 尺寸的变异 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 那么当然他们也知道 这解决的办法 就是去让 就是去改善这些温度的一个分配 那么事实上这个 他们请教了这些 德国的原公司的以后 那么德国的公司 跟他们建议做一些改善 但是OK 这个隧道是烧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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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他们大概以200万的日元 购买的 那么德国的工程师 经过一个估计以后 大概还要再花50万日元 日元 OK 来改善这些 这些加热的一些设备 他们知道这当然 这是合理的 这相当于我们在 在相当于我们在降低这些 这些 Noise的影响 OK 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的 Noise 这个Noise也是position 因为我们发现在内部 在放在内部的磁酸 跟外部的磁酸 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那个专案 那个 Political Deposition 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说 这里的Noise 最重要的Noise 可能也是在position 这方面 OK 那么如果我们 如果这些工程师 花一些机会去改善这一个 那相当于是他们想要 直接去把这一个Noise 把它eliminate 掉 把它消除掉 OK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上刚结束 日本也是非常缺乏外汇的 那么这个NX公司决定 先不要花费这一个 这个金钱 去改善这些设备 他们想要先从 这些制程参数 看有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些制程参数 然后来改善这个磁酸的品质 这里的所谓制程参数 大部分是指的是指 这个 这个原料的配方 大部分是指的是原料的配方 OK 所以他们想要 针对这原料的配方 做一些调整 看看有没有办法消除这些 尺寸上的变异